眼见就一定为时吗?在《万众期待》中,豆瓣9点3分的BBC烧脑悬疑神剧《真相追捕》第二季《王者归来》。 这一次的故事更加贴紧生活,也更加惊悚,疑云丛生的案子背后,等待着众人的是一场可怕的风暴漩涡。 漆黑的夜晚,嘻嘻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一位华裔男子回到了住所楼下,他收起伞,穿过公寓楼大厅, 然后走进电梯,按下34楼的按键,紧接着电梯门打开,走廊上的感应灯随着男人的脚步而自动亮起。 来到屋内,华裔男习惯性地望向监控屏幕,他不仅在家里安装了监控,并且家里的电脑还连接着整栋大楼的监控系统。 然而,诡异的一幕随之发生,通过监控,华裔男发现公寓大厅的感应门开合了一次,可奇怪的是,视频里却空无一人。 紧接着,一楼电梯间的感应灯亮起,电梯门缓缓打开并启动,然而,电梯内却依旧没有人影。 华裔男不由地警觉了起来,他紧盯屏幕,不敢眨眼。 最后,电梯停在了男人所在的楼层34楼,他不由地赶到脊背发凉。 电梯门打开后,依旧没有人从里面出来,可是,走廊上的感应灯却在一盏盏地亮起。 华裔男急忙拿起电话打了过去,但对方却迟迟不接电话。 这时,危险已经来临,沉重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 华裔男只觉得心跳加速,手心直冒冷汗,他抽出参刀,小心翼翼地走向大门。 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掌控中,当他凑近门上的猫眼向外望去。 华裔男被当场爆头,此时,空无一人的走廊中,感应灯又游近极远的一盏盏熄灭。 凶手到底是谁,竟能如此轻松地杀人于无形。 第二天,警方收到消息便来到了凶杀现场,经过侦查发现,死者是被一枪击毙,子弹的直径为5.8毫米,比典型的9毫米口径小很多。 这样的枪支在英国本土很少见,可以说,在中国大陆以外,通常找不到这样的枪。 黑人女警纳蒂亚怀疑,这是一次有针对的暗杀,背后很可能涉及国家与政府间的行为。 验尸官初步推断,华裔男的死亡时间为晚上7点以后。 随后,警方发现了华裔男家中的监控系统,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华裔男竟然还接通了整栋大楼的监控。 行事如此小心谨慎,他究竟在害怕什么呢? 通过监控,警方完整目睹了凶杀案的全过程,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凶手来无影去无踪,全程没有露出真身。 警长弗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怀疑有人篡改了录像,当即命令女警纳蒂亚去联系情报中心的瑞秋, 因为他曾参与扩获过一起类似的视频造假案。 当时的瑞秋也是一名警员,和警长弗林、黑人女警纳蒂亚是同事。 他发现,英国情报部门对实时监控进行移花接木,从而让一名无辜的士兵背上了莫须偶的罪名。 正义的瑞秋,本想凭借一己之力揭露罪恶,曝光英国情报部门的丑恶嘴脸,结果却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最终节节败退,眼睁睁地看着那名士兵被判入狱六年。 出人意料的是,瑞秋最后竟然选择加入情报部门,这让警局的同事们大为不解,吐槽他是打不过就加入,但是很明显,瑞秋自有他的打算。 在加入情报部门后,瑞秋并未得到重用,相反的,他被分到了边缘部门,不被信任,常常遭受冷咽,上司针马不仅不把重要的案子交给他处理,还在他的住所装满了监控设备。 显然,情报组织也对瑞秋突然投诚的行为有所防备。 警长弗林和黑人女警纳蒂亚约见了瑞秋,弗林介绍了此案的疑点,警方看见了受害者被杀的全过程,可是唯独没有枪手, 说明,有人篡改了监控,他们希望瑞秋可以事与援手,协助调查。 可是,瑞秋现在的处境也极为艰难,她还没有接触到情报部门的核心业务,最后只能婉言谢绝,弗林对此深表失望。 画面转过,英国边境安全系统正在公开招标人脸识别系统的承包商,一家名叫赞达的中国公司,掌握着当今世界最领先的科技, 是这场竞标活动中最有力的竞争者,为此,英国上下无不感到忧心忡忡,在边境安全中,使用中国技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风险? 负责此事的是英国安全大臣艾萨克,他参加了赞达公司举办的产品推介会,中方代表信心十足地介绍称,赞达的人脸识别系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百分百识别人脸的安全系统, 他实现了监控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完美结合,能为每一个被闭露电视捕捉到的个体生成3D模型, 即使对方戴着口罩,赞达的热成像系统也可以通过体温来标记可疑分子,可疑行为,或者查明乘客是否携带了病毒, 他的系统遍布世界各地的机场和城市,精准又庞大,可以说遥遥领先, 中方代表滔滔不绝地介绍者赞达的产品优越性,这次竞标他们势在必得, 然而台下的艾萨克却面无表情,很显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观众席上一众研究委员会的评估人员更是直接缺席, 看来再优越的系统在国家安全面前也只能让到。 会后,项目负责人王磊主动找到艾萨克, 希望能见见中国研究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向他们当面介绍这款系统的特点, 因为下午三点,中委会的专家成员就会进行投票, 研究决定是否采用赞达的系统。 艾萨克推特说,专家的身份都是保密的,自己有责任保护这些专家的身份。 王磊对项目的公平性提出质疑, 可艾萨克却说,他们不能将关乎国家安全的项目交由中国, 毕竟赞达代表的是中方的利益。 他还听说,中国法律有着这样的规定, 私营企业必须与国家情报部门合作。 艾萨克继续举例道,如果北京方面给赞达公司打电话要求, 在中方间谍溜过机场安检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赞达公司该做何回应? 王磊表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不会对英方造成安全威胁, 或是影响英国公民的生活。 艾萨克不为所动,直接挑明, 只要自己还是安全大臣,就不会允许英国边境被中国的科技龙头企业监控。 王磊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只好转身离开。 临走前,王磊告诉艾萨克, 如果赞达,正像艾萨克所担心的那样与政府有合作, 那么他自己就应该要小心了。 艾萨克镇定自若地表示,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双方彻底团崩,不欢而散。 随后,艾萨克召集了中国研究委员会的专家一起开会, 结果,一位名叫艾迪森的专家迟迟没有现身, 而他就是影片开头被神秘凶手杀害的华裔男子。 此刻,艾萨克还不知道他的死讯, 一位名叫诺克斯的数据分析师表示, 反正大家都知道艾迪森的立场, 他一向反华,对中国存有偏见, 艾迪森的在场与否对结果影响不大。 这时,艾萨克的小助手忽然神清紧张地跑来提醒, 网上出现了一则有关安全大臣艾萨克的负面报道, 一位名叫维多利亚的非法移民声称, 自己三岁的儿子是艾萨克的私生子。 艾萨克一看,觉得这实在是太胡扯了, 吩咐小助手立刻通知这家网站撤下新闻, 不然就要起诉对方。 突然,艾萨克想到了先前王磊对自己的警告, 他笃定地认为这是赞达公司的杰作, 气急败坏的艾萨克冲到了王磊面前, 质问他是否在恐吓自己, 王磊不明白艾萨克在说什么, 此刻的他忙着送同事回北京。 艾萨克以为王磊在装傻, 亮出了网上的那则新闻, 对此,王磊不屑一顾, 他反问道, 如果他们真想制造假新闻污蔑艾萨克, 难道就只有这点本事吗? 说完,只勾勾地看着艾萨克, 这一眼让艾萨克心里直发毛。 另一边,华裔警员小坛通过调查那名死者艾迪森生前的通话记录, 发现他生前的最后一通电话, 打给了一位名叫诺克斯的数据分析师。 警长弗林得知了质疑线索, 随即动身前往调查。 而艾萨克这边也没闲着, 他匆忙将中委会的研究报告交到了内政大臣手中, 对于结果, 内政大臣早已心知肚明。 作为一家中国公司, 赞达受到法律的约束, 很可能会受北京方面的影响, 威胁英国的国土安全。 同时, 他不能确定赞达公司的人工智能, 是否已经通过针对种族偏见的测试。 基于此, 英国边境系统绝不会使用赞达公司的人脸识别系统, 哪怕它掌握着当今世界最顶尖的技术。 艾萨克表示, 他们得尽快寻找别的供应商了。 他打算今晚就宣布众委会的研究结果, 晚间新闻刚好有个时段必让他参与直播。 艾萨克觉得尽早宣布结果可以显示政府的执行力, 他的提议也得到了内政大臣的认可。 艾萨克怀着愉快的心情, 准备回家。 夜幕降临, 警长弗林来到数据分析师诺克斯的办公大楼下, 他向大厅保安说明了来意, 对方拿出一张通行卡, 表示诺克斯如果不在10楼的办公室, 那就一定在11楼的睡眠舱。 弗林谢过保安后一路来到了10楼, 不过这里已经熄灯, 漆黑一片没有人印。 然而, 看似平静的大楼实则已经危机重重, 两个神秘的黑衣人从车上下来, 拿出平板一番操作。 紧接着, 大厅的保安就从监控画面中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只见旋转大门忽然开始转动, 可是画面上并没有人进入大楼, 就在保安感到疑惑时, 一颗子弹直接射中了他。 巧合的是, 弗林从一处监控视频中刚才看到了保安倒在血泊中的画面, 他顿感不妙, 看来, 诺克斯是下一个目标。 弗林一边掏出对讲机呼叫增援, 一边向楼上跑去, 他唤醒了正在睡眠舱中休息的诺克斯, 然后亮出警官证, 简单说明了情况。 迷迷糊糊的诺克斯就这样被弗林强行拽起, 两人本想从安全间的楼梯逃脱, 可是随着下方的感应灯逐渐亮起, 座民杀手已经逼近。 清气之下, 两人只能躲进一间办公室, 弗林抬头看见了办公室内的摄像头, 意识到他们的行踪很可能被监控。 于是毫不犹豫地搬来一把椅子, 可损将摄像头砸落。 随后, 弗林赶紧将诺克斯塞进衣柜, 就在他准备寻找藏身之处时, 杀手赶到, 弗林重窗倒地。 镜头切换到瑞秋这边, 刚下班的他像往常一样, 烧水, 打开电视, 加大音量, 然后去卫生间洗澡。 尽管他生活在一个满是监控的区域, 但却表现得非常漫不经心, 不过这一切都是表象。 进入卫生间后, 瑞秋故意将浴缸中的水开到最大, 接着从柜子中掏出检测仪, 反复扫描, 在确认没有监控设备后, 瑞秋打开了浴缸下面的塑料板, 然后从里面的暗格中, 拿出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随后又摘下领口处的钮扣。 没想到, 里面竟然还藏着一张微型的存储卡, 瑞秋将存储卡插入电脑, 里面的内容清晰明了, 原来这枚钮扣是一台微型的摄像机, 瑞秋录下了白天在情报局的所有经历。 每天晚上, 他都会躲进没有监控的卫生间, 将偷偷拍摄的内容整理分类。 突然, 瑞秋接到了前同事纳蒂亚打来的电话, 对方通知她扶林玉席, 现在正在医院, 瑞秋得知这一情况, 匆忙收好电脑, 第一时间赶往医院。 另一边, 埃萨克正在往家赶, 一会儿他要接受电视台的远程采访, 宣布中委会并不会采用中国赞达公司的人脸识别系统。 可是, 刚走到半路, 埃萨克就被两名警员带走。 原来, 接连两名中国研究委员会的专家都遭到了追杀。 情报部门决定将所有中委会的专家以及埃萨克转移到安全屋, 防止遭遇不测。 很快, 瑞秋的上司真马也来到了安全屋, 他提醒正在点电话的埃萨克, 赶紧将手机关闭。 可埃萨克却说这办不到, 并且他还需要一台配有摄像头的笔记本电脑, 必须是近三年的产品。 因为一会儿他要接受电视台的远程采访, 真马摇着头表示, 出于人事安全的角度考虑, 这不可能办到。 这边, 当瑞秋急急忙忙地赶到医院后, 前同事纳迪亚没好气地责怪他, 白天不肯帮忙, 这才让弗林陷入了危险。 好在后来救援及时赶到, 杀手来不及灭口, 弗林侥幸捡回一命。 不过, 他的伤势极其严重, 至今还在昏迷中, 和先前的那简介一样, 现场的监控被凶手篡盖, 监控画面中全然没有凶手的身影。 瑞秋听后, 怀着悲痛的心情走进病房, 坐到了弗林的身边, 他向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道出了心中的真实想法。 其实, 他离开警局并不是在向权贵势力妥协, 而是想要更好的查明真相, 打败对方, 这是他的缓兵之计。 正说着, 女警小谭推门而入, 他向瑞秋透露了两起案件的一些细节和潜因后果, 并表示, 爱萨克和一众中委会的专家都被安全转移, 因为情报部门担心,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瑞秋眉头紧锁, 他感觉, 这很可能是幕后黑手设下的陷阱, 对方的目的正是要让警局配合情报部门, 完成对这些专家的转移。 毕竟, 安全屋只是栋房子, 并不是核岩体, 幕后黑手想要黑进那里的监控设备易如繁帐。 想到这儿, 瑞秋立刻打电话通知女警纳蒂亚, 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纳蒂亚也不由地感到后怕, 接上瑞秋后, 两人一起赶到了安全屋。 现在, 全部七名中国研究委员会的成员都集中在了安全屋。 瑞秋向上次珍马表达了内心的担忧, 幕后黑手可能是想把所有人转移进警方的保护下, 从而把他们都变成活靶子。 他认为安全屋的地址已经泄漏, 考虑到当前的风险, 他建议立刻部署诱饵策略。 一旁的埃萨克觉察出了不对劲, 急忙上前询问, 瑞秋表示他们需要再次转移, 可珍马却打断了瑞秋, 他拍着胸脯向埃萨克保证, 此处地点是根据专业操作规程选定的, 每个入口都有经过严格审查的枪械警员把守。 不过, 埃萨克更想听听瑞秋的意见, 瑞秋表示, 第一个被杀的埃迪森中枪的方式表明, 枪手在没有进入房屋的情况下, 就能看到屋内的情形, 就在于埃迪森安装了家庭监控系统, 他的摄像头被黑了, 珍马再次插话, 他让埃萨克放心, 安全屋的摄像头由政府通信总部安装, 保护在独立的网络上, 不仅能防中国, 防俄罗斯, 就连火星人也能防, 所有人在这里都很安全。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在几人争论不下时, 忽然电视传来声响, 晚间节目已经开始, 埃萨克急忙向珍马索要手机, 他要通知电视台暂停节目, 可是下一秒, 电视里就传来了埃萨克的声音, 画面上的他成功和电视台连接, 正准备接受远程采访, 埃萨克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可接下来, 画面中那个埃萨克说的一番话, 更让他大跌眼镜。 只见屏幕中的埃萨克说道, 我们承诺过, 要保护英国边境的安全, 最准确的系统就是最安全的系统。 紧接着又表示, 作为安全大臣, 他完全支持中国研究委员会的结论, 将英国边境的合同授予赞达面部识别公司, 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 不会对大家的安全或是生活构成威胁。 看来, 这就是幕后主席, 设计要将埃萨克困在这里的原因。 而节目一经播出, 埃萨克的这番言论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的助理和妻子都对埃萨克的反常感到不可思议, 各路媒体也都纷纷打来电话, 可此时的埃萨克还被困在安全屋, 看着电视中的冒牌货信口呲黄, 埃萨克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对着针马大发雷霆, 急领要求去电视台兴声问罪。 恰好此时, 内政大臣罗文和总警司哈特闻讯赶来, 埃萨克再次抱怨, 电视上的家伙正说着和自己信念背道而驰的话, 这简直是精神强奸。 罗文听罢, 并未急着带领埃萨克去电视台成精, 而是不紧不慢地走到珍玛身边, 提醒他要做好保密工作, 然后暗示珍玛让纳迪亚和瑞秋离开。 瑞秋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珍玛勒令注口, 甚至还要将他开除。 好在埃萨克仗义直言, 他表示, 是珍玛中了圈套将自己关到这里的, 而瑞秋是唯一一个能看出问题的人, 现在竟然还要将他开除, 这简直太离谱了。 总警司哈特也站出来为瑞秋说了几句好话, 真马不得不妥协留下瑞秋。 随后, 几人开始分析, 埃萨克认为这是北京方面要试图干预英国的决策。 王磊是赞达公司伦敦分公司的负责人, 肯定参与其中, 英方必须尽快召开危机应对会议, 情报部和国防部需要马上起草方案, 同时他必须去一趟BBC的广播大厦向公众澄清。 罗文沉默了一会儿, 否决了埃萨克的提议。 他表示, 一旦埃萨克冲到广播大厦, 那所有民众都会知道远程连线直播是假的, 届时他们将难以收场。 总警司哈特则提醒埃萨克切勿冲动, 要遵守官员的保密法规定。 紧接着, 珍玛又将皮球踢给瑞秋, 让他说服这位正在气头上的安全大使。 瑞秋开始为埃萨克科普, 校正技术是一种实时图像处理的方法, 利用干扰摄像头信号来进行深度伪造。 这项技术目前在世界各大国中都有使用, 比如美国、俄罗斯以及英国。 埃萨克感到大为震惊, 为何英国也会使用这样的技术? 瑞秋举例称, 如果英国收到了恐怖分子的情报, 但对嫌犯的起诉证据又不够, 那就会将情报变为证据。 说的直观点, 如果他们无法合理地搜集到证据, 那就会伪造犯罪录像。 埃萨克觉得, 这一切如同天方夜谭一般, 简直闻所未闻。 珍玛补充道, 校正技术已经成了造谣的工具, 他们跟对手都在使用这种肮脏的技术, 彼此心照不宣, 但如果一个国家跳出来公开指责另一方, 那就等同于自曝。 埃萨克还是有些不明白, 罗文解释称, 如果他们捅出, 有人校正了埃萨克的直播视频, 那别人也可能捅出他们的所作所为, 这样整个世界的纸牌屋就会坍塌, 所以当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冷处立。 埃萨克终于明白了这几个人的意思, 这是在让他乖乖闭嘴, 从而让公众相信节目中的那番言论是真实的。 可埃萨克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他据理力争, 表示这股恶势力正在谋杀不同政见者, 这是恐怖行动。 罗文站起身, 让埃萨克稍安勿躁, 他们会为此采取适当的行动, 只要不影响政府的形象。 随后, 总警司哈特和珍玛来到车内密谈, 他们将埃萨克列入了重点监控名单, 拦截和监控他所有的设备。 同时, 他们怀疑, 埃萨克的同事中有人是叛徒, 必须严查。 哈特询问珍玛需要什么资源, 他们绝对全力支持。 珍玛表示自己缺少一个总指挥, 哈特历见瑞秋, 可珍玛还是有所顾忌, 他担心瑞秋目的不纯, 日后会举报他们。 哈特访问情报部门, 不是也在监视瑞秋吗? 珍玛听罢, 这才放松下来。 他下车找到瑞秋, 表示自己需要一名总督察, 作为反恐部门和凶杀组的联络人。 瑞秋爽快地答应了, 并提议, 让华裔女警小谭做自己的助手, 而黑人女警纳蒂亚, 则被要求退出此案, 回到原来的岗位, 这让她心有不爽, 认为是瑞秋抢走了自己的案子。 回到家后, 瑞秋又像往常一样, 做着那套固定的动作, 烧水, 开电视, 去卫生间放水。 在确认卫生间没有监控设备后, 瑞秋再次从暗格中, 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她对着摄像头录下了一段字述, 其内容是, 人民举报政府非法篡改视频的行为, 涉及到的官员, 有内政大臣罗文, 总警司阿克, 自己的上司甄马, 还有安全大臣埃萨克。 不过, 在这次检会之前, 埃萨克对校正视频一事并不知情。 第二天清晨, 埃萨克被允许向家人报平安, 她立刻给妻子打去电话, 面对妻子的询问, 埃萨克左右为难, 她知道自己已被密切监控, 这支呜呜了很久, 还是没有说出真相。 与此同时, 瑞秋来到了情报部门的总部大楼, 这里戒备森严, 所有进入大楼的人员, 都要先进行红膜扫描核实身份, 然后录入四指指纹, 验证成功后, 才能进入专用通道。 来到七楼后, 瑞秋通过了最后一道安检, 这才得以进入办公区域, 毕竟, 情报部门的总部大楼可是机要阵地, 这里隐藏着太多的秘密了。 瑞秋流进卫生间, 却下了自己领口上的钮扣, 然后火速组创出了一个微型摄像机, 就这样, 会议上所有的内容和画面, 都被瑞秋神不知鬼不觉地录了下来。 总警司哈特认为, 他们的调查重点应该放在赞达公司的负责人王磊身上, 因为他动机充分, 且具备技术能力。 不过, 考虑到王磊是位备受瞩目的中国公民, 对他的侦办必须非常谨慎, 任何逮捕行动都可能构成重大的国际事件。 为避免引发外交争端, 情报局上午已经先和王磊取得了联系, 对方同意接受英方的问询, 不过, 必须要在中国大使馆内进行, 同时要有中国大使的陪同, 最后会说一点中文的警员小谭自告奋勇, 跟随哈特前往大使馆协同调查。 就在散会时, 瑞秋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第一季中, 曾和瑞秋有过较量的美国中情局资深元老弗兰克, 这次他接受英国情报部门的邀请来协助调查。 会议结束后, 瑞秋跟随上司珍玛来到了视频室, 弗兰克正在观看爱萨克接受电视台采访时的视频, 瑞秋提出疑问, 虚拟形象可以实时回答主播的提问吗? 是否有可能构建这样的深违技术? 弗兰克表示, 英国目前还无法达到现在的技术水平, 可珍玛却说, 也许中国会有这个实力, 他希望弗兰克可以黑进中方的主机。 弗兰克断然拒绝, 因为上面下达了禁止令, 情报部门不能再协助针对中国的第三方反间谍活动。 临走前, 弗兰克提醒珍玛, 当英国学会如何站队的时候再来找他吧。 珍玛焦急地追了上去, 在他的努力争取下, 最后弗兰克答应给他一名技术人员, 不过他也警告珍玛, 绝对不可以将技术用于对付中国。 这时, 手下急匆匆地来找珍玛, 他们在艾萨克的邮箱里, 找到了先前那则举报他有四生子的新闻。 好在此事并未被媒体知晓, 暂时还没有扩散开来。 珍玛感到疑惑, 为何艾萨克从未和他们提起过此事? 他下令将艾萨克的两名助手带来问话。 另一边的中国大使馆内, 哈特带来了所有的资料向王磊了解情况, 不过, 王磊否认这一切和自己有关, 中国大使更是坚决否认这些阴谋和中国有关。 他毫不客气地警告哈特, 下次不要再带着偏见出现, 双方不欢而散。 不过, 哈特内心的怀疑并未消除, 从大使馆出来后, 他命人对中国大使馆展开24小时的全天监控。 这边, 瑞秋和珍玛也没闲着, 两人来到了BBC的广播大楼, 想要了解昨晚那场直播是否存在异常的情况。 两名技术人员称, 他们发现, 昨晚的直播有严重的延迟情况。 通过追踪IP地址, 他们发现, 定位竟然显示在遥远的东方。 也就是说, 昨晚远程直播中出现的埃塞克并不是他本人。 技术人员想要出一篇专题报道, 向公众揭露这其中的猫腻。 珍玛深知这么做的后果急忙劝阻, 他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表示, 现在案情并不明朗, 贸然公开此事会对BBC的声誉造成影响。 他建议, BBC将注意力放在其他方面。 可这两位技术人员很固执, 不论珍玛如何解释, 他们始终不为所动。 经济之下, 珍玛只能以国防机密为由, 强行阻止两人。 年长一些的技术人员向珍玛提出, 想要让他们放弃报道此事, 就需要拿其他猛料来交换。 珍玛忽然灵光一闪, 决定说出自己刚刚看到的, 有人举报艾萨克有私生子一事。 谈判刚结束, 弗兰克派来的技术人员就找到了珍玛和瑞秋, 他叫路易, 一看就是典型的技术宅, 看起来文质彬彬, 珍玛将他带进了BBC演播厅, 请他帮忙做好技术调查和技术支撑。 与此同时, 艾萨克和他的两名助手被陆续接到了警局, 三人被安排在三个不同的房间接收审讯。 起初什么都不知情的艾萨克, 还以为这是一次简单的问话, 可慢慢地他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警方想要揪出艾萨克身边的内鬼, 于是事无巨细地询问了两名助理的私生活, 以及是否可能存在受贿或是被勒索的弱点。 艾萨克表示自己对此并不知情, 不过阿特并未就此放过他, 还向他问起了私生子一事, 艾萨克坚决否认, 在他看来, 这次赞达公司为了诋毁他而故意捏造的假新闻, 他反倒希望警方能彻查此事。 问话结束, 艾萨克和两名助手被释放, 由于艾萨克昨晚在直播间里的言论, 导致他的支持率陡然下降, 助理安慰他, 尽管如此, 但艾萨克的知名度得到了大幅提升。 随后, 艾萨克又匆匆来到了内政大臣罗文的办公室, 一见面, 两位上级就向他追问私生子一事, 甚至还怀疑是艾萨克四年前前往拉格斯时犯下的过错。 艾萨克被激怒, 当时自己去拉格斯是为了参加母亲的葬礼, 并且那一年他们刚刚赢得了选举, 自己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来吗? 艾萨克言之凿凿, 发誓自己绝对没有私生子, 两位上级被说服, 他们答应会向BBC施压, 不要报道此事。 这边, 瑞秋正带着调查人员路易在演播室, 反复研究着艾萨克接受采访时的录像, 突然,手机响起是医院打来的电话, 弗林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得到这一喜讯, 瑞秋直奔医院, 医生表示, 现在弗林还处在昏迷中, 不过随时都会苏醒。 为确保万无一失, 瑞秋决定守在医院等待弗林苏醒, 毕竟, 她是目前唯一见过枪手模样的重要证人, 在确保医院所有监控探头都正常运转后, 瑞秋来到了医院的商店, 准备为弗林的两个孩子买份礼物, 可就在这时, 她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弗兰克来了, 瑞秋感到很是奇怪, 她为什么会来医院, 于是决定追上去问个明白, 可弗兰克理直气壮地表示, 这里是医院, 没有规定她不能来医院吧。 瑞秋一时语色, 尴尬地站在原地, 可她心中却隐隐感到不安。 画面回到埃萨克这边, 她要求和内政大臣罗文单独洽谈, 埃萨克希望罗文或是首相, 能针对这条私生子的丑闻, 单独发表个说明, 她并不想任由这条虚假消息持续发酵, 如果英国政府不发声, 那么中国的阴谋就会得逞, 可罗文却回答称, 自己已经和首相沟通过此事, 首相认为, 埃萨克现在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 所以她建议, 埃萨克还是回家好好陪伴家人吧。 心有不甘的埃萨克走出办公室, 来到一楼大厅, 她不仅是安全大臣, 更是这次袭击的目标之一, 不愿坐以待毙的她避开一众团手, 选择从后门偷偷溜走了, 然后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BBC广播大厦, 还打电话给助理, 今晚安排一次访谈, 她有独家猛料要报, 形势必须是现场直播, 殊不知, 这些内容全都被情报部门检测到了, 他们立刻将情况进行了上报。 很快, 瑞秋就接到了上级真码的电话, 她要求瑞秋尽快返回BBC, 阻止埃萨克爆料有关视频矫正的内幕, 无奈之下, 瑞秋只能服从命令, 临走前放心不下的她叮嘱现场的特警, 一有情况就立刻向她汇报。 当瑞秋火急火燎的回到广播大厦的眼婆室时, 刚巧撞见了准备上节目的埃萨克, 她急忙追上去恳请对方不要意气用事, 还直接挑明情报局为了保护消息不外传, 他们甚至不惜杀人。 埃萨克从瑞秋的表达中发现了端倪, 她试探性地问道, 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吧? 瑞秋没有直接回答, 但她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她压低声音提醒埃萨克要多加小心, 如果想要曝光视频矫正的内幕, 不能随便在电视上说, 必须要拟定一个计划。 谁知, 埃萨克表示自己没打算说那件事, 瑞秋有些意外, 愣在了原地。 这时, 工作人员来催促节目即将开始, 埃萨克匆忙离去, 瑞秋打电话向珍玛汇报, 自己已向埃萨克确认过, 她不会爆料矫正视频的内幕, 可珍玛还是有所不放心。 节目准时开始, 面对镜头, 演播室内的埃萨克澄清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她并不支持赞达, 成为英国边境安全系统的供应商, 拒绝接受让一家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公司, 接入他们的监控网络。 可当瑞秋看向场外的电视画面时, 却看到了和演播室内截然不同的一幕, 里面的埃萨克宣称, 赞达公司颇有卖点, 给予全球越来越多的政府保持合作, 英国边境的人脸识别系统应该交给赞达公司。 瑞秋来回反复比对, 所有的一切都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两个埃萨克说的话不一样。 在确认电视画面被黑后, 瑞秋立刻要求编导停止直播, 可对方似乎还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拒绝配合。 电视画面上的埃萨克还在侃侃而谈, 直言赞达公司的技术给人以一种舒适感, 埃萨克的助理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急得直跺脚。 此时的瑞秋还在四处指挥, 要求立刻停止直播, 可是并没有人听从她的话, 编导甚至还要求把这个疯女人赶出演播室, 现场乱成一团, 瑞秋逼不得已, 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并以国家安全为由, 勒令必须停止直播。 然而, 技术人员却发现, 他们根本无法切断直播, 所有设备都突然变得不听使唤。 此时此刻, 编导才意识到出了问题, 可是为时一晚, 这次直播如同一枚舆论炸弹, 在英国市中心爆炸, 上至政府, 下至民众, 无不为之震惊, 走向第一时间给内政大臣罗文打去电话质问, 舆论媒体更是一片哗然, 瑞秋命令演播室内的所有工作人员, 留在原地, 等待调查。 接着, 盖领还蒙在鼓里的主持人和艾萨克, 收看刚刚电视画面的回放, 两人越看越觉得离谱, 因为所有的内容全都被替换了。 主持人卡迪越看越生气, 直接站起身愤怒地要曝光此事, 瑞秋劝说卡迪要保密, 他是此次破坏国家事件的重要证人, 可卡迪全然不把瑞秋放在眼里, 静止走向了电话间, 瑞秋一路追漏过去, 此时的卡迪正在等待电话接通, 瑞秋故意压低声音提醒他, 如果真的想要曝光此事, 那就必须得有证据, 而且是足够多的证据才行,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没人可以否认。 卡迪终于被说服, 他挂断电话, 反问瑞秋, 接下来该怎么做? 瑞秋眼神坚定地看向卡迪, 表示他必须和自己团结一致, 那么这场危机后续会如何发展呢? 幕后黑手真的是中国吗? 让我们从下面的视频中寻找答案吧! 在上期视频《真相捕捉》第二季前两集的内容中, 我们讲到中委会的两名专家接连遭遇幽灵杀手的追杀, 英国安全大臣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 也被篡改实时画面, 被称为矫正的身为技术, 由此浮出水面。 风暴已经降临, 迷勇重重的背后, 究竟谁是幕后黑手? 《真相捕捉》第二季第三至四集, 英国安全大臣埃萨克本想通过电视直播向公众澄清, 自己不支持中国赞达公司, 成为英国边境安全系统的供应商。 然而, 电视画面上的冒牌货不仅称赞赞达的技术, 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准确的系统, 还对种族歧视大唱赞歌。 直播结束后, 得知采访被黑的埃萨克心灰意冷, 他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此被葬送, 现在妻子觉得他疯了, 下属职员威胁要辞职, 内政大臣也不接电话, 埃萨克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他反问情报部主管珍玛, 难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他保持沉默吗? 可是, 事关国家利益, 珍玛表示自己爱莫能助。 一旁的主持人卡迪开口表达了自己守口如瓶的决心, 并承诺会尽最大努力配合调查, 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珍玛深感意外, 要知道卡迪可是出了名的男对付, 这次竟然出其配合。 他询问瑞秋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搞定的卡迪。 瑞秋微微一笑, 表示自己是向珍玛学习的。 画面转过, 负责在中国大使馆外盯梢的华裔女警小谭发现, 目标人物王磊提着两个大箱子从大使馆内出来, 看样子, 相机要出远门。 小谭反紧将情况上报, 总警司哈特立刻冲进监控室, 通过面部识别确认了目标身份, 然后记下车牌命令小谭紧追起后, 眼睛一刻也不能眨。 指挥中心启动了车辆GPS定位系统, 同步对目标车辆进行追踪, 这是一辆外交牌照的黑色奔驰车。 很显然, 王磊得到了中国大使馆的庇护。 不一会儿, 司机就发现他们被跟踪, 王磊下令甩掉对方。 于是, 在经过一处红绿灯时, 司机萌踩油门突然加速, 警方行动暴露, 哈特下令继续盯紧目标, 千万不能让其离开视线。 与此同时, BBC的广播大楼内也是一片忙碌, 珍玛留下了演播室内所有的工作人员逐一排查, 就算不是嫌疑人, 他们也是目击者。 瑞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觉得这不单单是信号的问题, 整个系统当时都被远程操控了。 在控制室中, 电视上艾萨克的画面是被锁定的, 根本无法掐断, 他怀疑操作人员中有同谋。 珍玛听后, 当己下令把所有能进入控制室接触到设备的人罗列出来, 然后逐一排查。 此时, 王磊搭乘的汽车已经驶入高速, 可指挥中心却发现, 他并没有朝着家的方向开去, 而是选向了反方向。 根据行驶路线, 指挥中心推测, 王磊很可能会前往西斯罗机场。 阿特急忙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珍玛。 谨慎起见, 珍玛要求警方检查旅客登记信息。 可是, 工作人员发现, 24小时内飞往北京的航班中, 没有王磊的名字。 他们怀疑, 对方使用了假身份。 眼看形势不对, 目标人物大有逃跑的迹象, 而一旦让其离开英国, 那所有人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考虑到王磊是中国公民身份特殊, 贸然行动很可能会引发外交争端。 珍玛决定, 请示内政部做下一步的行动指示。 提庞大埃萨克听吧, 表示, 如果要等到内政部或是首相做出回应, 做不定目标人物早已登上飞机离开了。 这是对奖机里再度传来指挥中心的实施汇报, 目标人物还有15分钟将抵达航站楼。 埃萨克当即以安全大臣的身份下令, 只要目标人物试图搭乘飞机逃离英国, 就对他实施逮捕。 珍玛收到指令, 立刻联系总警司哈特, 让其推迟所有向东飞行的航班。 只要目标进入出发层就行动, 并且他会亲自前往机场。 哈特紧急部署行动, 吩咐所有小分队到出发层待命。 另一边,瑞秋也没闲着, 他让主持人卡迪重新播放了先前阿萨克 接受电视直播时的录像。 画面中那个冒牌阿萨克帖道, 正是种族定性, 让赞达成为市场上最有效的安全系统。 而在大多数面部识别供应商认为, 种族定性属于人工智能的缺陷时, 赞达公司却将其视为一个卖点。 这番言论显然有伪常理, 对赞达的产品不利。 瑞秋怀疑, 王磊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这时, 驻守在医院的特警打来电话, 警长弗林很可能会在一小时内苏醒, 可瑞秋想到贤人很可能不是王磊, 立刻呼叫指挥中心查看医院所有的监控。 虽然一切正常, 可瑞秋还是放心不下, 他决定亲自跑一趟医院, 守在弗林身边。 临走前, 他还不忘再次叮嘱卡迪, 一定要对今晚之字保密。 埃萨克提出, 要和瑞秋一同前往医院, 现在他只相信瑞秋, 因为他是唯一能告诉自己真相的人。 瑞秋很高兴自己又多了一个盟友。 去往停车场的路上, 瑞秋再次拿出对讲机, 吩咐工作人员做好确认工作。 监控人员表示, 两名全副武装的特警, 守在弗林的病房门口, 并且他们已和特警完成了视频的同步校队工作, 一切并无异常。 瑞秋命令工作人员, 每隔十分钟就向自己汇报一次最新情况, 随后便带着埃萨克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 另一边, 追踪王类的工作, 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女警小谭告诉指挥中心, 目标还有五分钟将会抵达一号航站楼。 真马此时也在火急火料地赶往机场, 根据导航显示, 他还有12分钟抵达机场。 哈特下令, 一旦目标离开车辆, 步行前往航站楼, 就构成了出行意图, 可以立刻实施逮捕。 很快, 目标车辆抵达了一号航站楼, 指挥中心调来了多角度的监控画面, 所有人紧盯屏幕, 等待目标王类下车。 可奇怪的是, 对方迟迟没有动静, 真马再次向指挥中心确认, 盯梢的是目标人物还是目标车辆。 哈特表示, 他们紧盯着目标车辆, 王磊上车后, 他们就一路跟着, 途中从未间断过, GPS与监控更是同步步控, 根本不可能出现意外。 大家不由地感到费解, 为什么王磊迟迟不下车呢? 瑞秋从对讲机中听到了众人的对话, 他怀疑, 大家中了幕后黑手的调虎离山之际, 对方声东击西, 将众人的注意力, 吸引至西斯罗机场, 从而忽略了另一处药地, 那就是医院。 瑞秋立刻发出请求, 紧急派遣武装部队致援医院, 保护唯一见过凶手真面目的目击证人弗林。 随后, 瑞秋再次要求检察医院所有的监控, 得到的回复是, 一切正常。 与此同时, 病床上的弗林逐渐苏醒, 那天还不能自如地活动。 这次, 医院门口出现一辆神秘的货车, 两名穿着护工服, 戴着口罩的男人, 从车上下来快速进入医院。 两分钟后, 瑞秋抵达医院门口, 得知武装支援还有三分钟才会抵达。 瑞秋不愿在原地等待, 决定置身一人先去病房。 埃萨克也想要一同前往, 却被勒令待在车上哪儿也不去去。 瑞秋急匆匆地进入医院, 一边和监控人员确认医院的情况, 一边准备上楼。 途径一处拐角, 瑞秋和两名护工擦肩而过, 但他并未留意。 此时, 车内的埃萨克感到有些无聊, 忍不住四处张望。 可就在这时, 角落中停放的那辆货车引起了他的注意。 埃萨克忽然想起, 自己曾在家门口看见过这辆车, 当时他还以为是狗仔小偷拍。 现在想来, 同一辆货车都在拐角处等待着, 并且都没有熄火, 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 察觉到异常的埃萨克, 立刻给瑞秋打去电话说明情况。 瑞秋意识到情况不妙, 随即通知特警, 保护对象已经暴露, 现在有生命危险, 杀手很可能已经搭乘电梯上楼了。 两名特警进入一级作战模式, 举几枪向着电梯的方向快速移动, 眼看显示屏上的数字不断向上跳跃, 两名特警凝神秉息, 将手指搭在了扳机上, 只等杀手一出现就将其击毙。 献机如焚的瑞秋冲进楼道, 三步并坐两步地向着弗林所在的酒楼跑去, 同时不断呼叫着监控室的工作人员, 反复强调, 弗林已经暴露, 杀手就在电梯中。 然而, 对讲机的那头始终无人应答, 此时, 电梯已经来到了酒楼, 两名特警严阵以待, 可当电梯门徐徐打开, 里面竟然空无一人。 正当两名特警感到疑惑时, 突然, 杀手从他们身后出现, 二话不说, 直接开枪射杀了两名特警, 病房内的弗林听见了外面的动静, 察觉到杀手要来取他性命, 颤抖着双手, 拿出手机打开录像功能, 然后将其靠在杯子边, 正对着门口的方向。 不一会儿, 两名杀手就闯进病房, 对着病床上的弗林连开竖枪, 弗林从床上跌落, 一命呜呼。 当瑞秋气喘吁吁地推开楼道门, 来到酒楼, 凶手刚好搭乘着电梯下楼, 瑞秋率先看到了两名特警的尸体, 心里顿时量了半截, 当他冲进弗林的病房, 就看到昔日的战友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自己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瑞秋悲痛万分, 流着泪向指挥中心汇报情况, 然而, 他却听到了这样一个声音, 病房安全, 保护对象安全, 一切正常, 瑞秋觉得不对劲, 寻生来到走廊后才发现, 声音竟然是从特警的对讲机中传来的, 只要他一开口, 就会得到模板式的回答。 看来, 医院的监控系统也已被侵入。 果然, 此刻的监控中心, 两名工作人员从屏幕上看到了另一番场景, 瑞秋正拿着对讲机汇报着一切正常, 他的身边还站着两名特警。 另一边, 珍马也已去车赶到了一号航站楼, 指挥中心告诉他, 目标状态没有更新, 可当珍马来到目标所在的区域后, 却发现周围一辆车也没有, 他下车反复向指挥中心确认位置, 表示自己既没有看到目标车辆, 也没有找到小谭的汽车。 哈特看向指挥中心的大屏幕, 画面仿佛是静止的, 里面也没有出现珍马的汽车, 他当即呼叫小谭, 可是得不到任何回应。 那么此时的小谭又去哪里了呢? 原来他和同事一路追踪着大使馆的汽车来到了王磊家, 所以王磊根本没有去往机场, 一路上小谭都在和假的指挥中心对话, 而向指挥中心实施汇报的小谭也是假的。 阿特意识到他们的系统已经被黑, 无奈地向珍马宣告此次行动失败。 不过此时埃萨克那边倒是有了新的情况, 只见两名护工从医院的偏门溜出, 登上货车扬长而去, 埃萨克果断挪到驾驶位, 自作主张地跟了上去, 路上还不忘掏出手机报警。 两名身份后, 表示自己正在跟踪两名谋杀案的嫌疑犯。 在描述清楚位置后, 埃萨克正要挂断电话, 突然身后就传来了警惕声, 就在他为警方办案高效而拍手叫好时, 警察不仅没有去追赶前方的货车, 反而逼停了埃萨克的车, 流逝超速行事。 埃萨克哭笑不得, 不论他如何解释, 这名警察就是不听, 最后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货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成功逃脱后, 货车上的两名杀手修好武器, 脱掉了护工服, 其中一人掏出一部手机, 连接至电脑后, 清除了里面所有的内容, 而这部手机却是他们从弗林那拿来的, 现在他们谋杀弗林的证据也被销毁得干干净净。 换面回到医院, 瑞秋无比悲伤地蹲坐在地上, 内心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总警司哈特也赶到了医院, 他告诉瑞秋, 这次行动他们一败涂地, 摄像头网络和通信系统被彻底搞垮, 在他看来, 大家全都中了王磊的圈套, 可瑞秋却觉得幕后黑手另有其人, 哈特还想继续追问, 却被瑞秋以不方便说话为由打断。 此时, 珍玛也来到了医院, 瑞秋将哈特和珍玛带进了一个没有监控的房间, 然后让两人交出手机, 接着, 他闲熟地拿出检测仪, 又对着房间扫描了一遍。 在确保这里彻底安全后, 瑞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 整场阴谋不是中国干的, 王磊只是被当作了诱饵, 并不能说明他是同谋。 在爱萨克第二次参加电视直播时, 画面中的假爱萨克, 提出了赞达的种族歧视问题, 这有背于赞达的利益, 也有背于中国的利益, 并且, 福林病房的所有摄像头, 都连在独立安全的网络上, 由监控中心直接控制, 而这个幕后黑手, 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预判着大家的行动, 甚至还能伪造大家的声音。 在他们认识的人中, 只有来自美国中情局的大佬弗兰克, 有这么大的权力能染指这一切。 并且, 在BBC演播室被黑之前, 瑞秋表示, 自己曾亲眼看到弗兰克来过这家医院, 这番话也引起了两位上级的重视, 连想到, 美国当前正在和中国冷战, 美国策划这起事件, 很可能是为了挑起中英的矛盾, 让双方反目。 瑞秋猛地想起弗兰克的一名技术人员, 路易, 就被安排在BBC的演播室, 他可以操作所有的设备, 此人还是在珍马的要求下, 被派来做技术支持的。 眼看瑞秋越说越激动, 珍马让他冷静下来, 回家稍作休息, 再做讨论。 可瑞秋根本停不下来, 他甚至怀疑, 如果弗兰克是幕后主事, 那眼前的两位上级, 各不定也有残余。 珍马当吉表示, 这涉及到一名警员和两名武装人员的性命, 他们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瑞秋称, 弗林本来不是目标, 他只是卷入了一场枪战, 意外成了目击者。 况且, 这已经不是弗兰克第一次杀害英国公民了。 在第一季中, 他为了掩盖伪造视频的罪行, 残忍杀害了一名英国律师汉娜, 情报部门当时也没能阻止他, 所以瑞秋严重怀疑, 这次又是中情局和情报部门为了抵制中国科技而展开的合作。 哈特听不下去了, 他起身大喊一句, 够了, 汉娜是英国的敌人, 激烈的争吵暂时得以停止。 冷静下来后, 珍马表示, 他们和瑞秋一样, 对此事并不知情, 几人开始认真梳理线索。 珍马询问瑞秋, 在哪里见过弗兰克? 瑞秋回忆道, 好像是在放射科门外。 哈特提出, 说不定人家是去看病的呢? 珍马打算去医院查看就诊记录。 恰好此时, 埃萨克回来了。 他告诉众人, 自己看到两名嫌疑人开着一辆灰色货车逃离医院。 他记下了那辆车的车牌以及两人的特征。 瑞秋猛地想起在拐角处和自己擦肩而过的那两名白人护工。 他向珍马提出, 要回家休息后便匆忙离去。 埃萨克则收到了内政大臣罗文的短信, 要求他立刻去办公室面谈。 因为在电视直播中发表了不当言论, 让埃萨克引咎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罗文委婉地表达了要辞退埃萨克的想法, 这不仅是他的意思, 也是首相的意思。 埃萨克据理力争, 表示电视画面中的并不是真实的自己, 他们的系统遭到了侵入。 有罗文却说, 公众只相信他们的眼睛和耳朵, 尽管视频被黑, 但他们不能发声, 因为矫正的内幕一旦暴露, 英国政府也会成为众矢之地。 所以, 埃萨克成了这场事件的牺牲品。 埃萨克听罢, 愤而起身离开。 这边, 瑞秋来到家门口, 意外发现有人来过, 他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 结果发现是妹妹来了, 经过询问得知, 原来是父母要出门, 妹妹不敢一个人在家, 便跑来借宿, 因为几个月前家里遭遇了入室抢劫, 尽管发生在白天, 可这事也把妹妹吓得不轻, 现在的她, 有时凌晨两三点就会苏醒。 瑞秋忙问, 家里少了什么? 妹妹表示, 此事说来也怪, 窃贼只拿走了平板电脑, 别的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拿。 瑞秋顿感不妙, 第二天一早, 便匆忙赶到了曾经居住的父母家, 她神情慌张地拿出一个相框, 却发现, 自己藏在里面的内存卡不见了, 里面是她所积攒的, 有关情报部门视频矫正的罪证, 瑞秋摊坐在地上, 再次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 但她知道自己不能认输, 战斗还未结束。 另一边, 被隔去植物的埃萨克回到家, 发现家门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面对闪光灯和记者的围追堵截, 埃萨克闭口不谈, 硬着头皮回到家。 然而, 大门一关, 屋内的气氛已经降至冰店, 人无可忍的妻子质问丈夫, 为何不接电话不回短信, 甚至还在电视节目中唱着种族歧视的赞歌, 内心憋屈的埃萨克苦于不能说出真相, 只能选择冷处理。 可是, 妻子依旧喋喋不休, 火冒三丈地追在身后。 无奈之下, 埃萨克只能表示, 日后未到, 到了可以解释的时候, 自己自会解释。 说完, 愤怒地关上房门, 将自己锁在了卫生间。 紧接着, 埃萨克找来一张创可贴, 将电脑的摄像头封住, 随后拿下领带, 取出了里面的微型摄像机, 拔出内存卡插入电脑。 昨天, 内政大臣和他所有的谈话内容, 都被清楚地录了下来, 这些内容足以成为重要证据。 与此同时, 瑞秋回到住处, 像往常一样将自己锁在卫生间, 拿出了扭扣中的内存插入电脑。 他先是存储了哈特说过的那句, 汉娜是英国的敌人。 这句话, 充分显示了情报局, 先前参与了谋杀女律师一事。 紧接着, 瑞秋毁放了自己来到医院后的那段录像。 在锁定那两名嫌疑人后, 瑞秋逐渐放大画面, 然后一帧一帧地截图, 终于捕捉到了一名嫌疑人相对清晰的画面。 可是, 对方戴着口罩, 想要查明其真实身份, 还需费点力气。 第二天, 一觉醒来的瑞秋, 发现妹妹身着暴露, 毫不遮掩地横躺在沙发上。 她想提醒妹妹, 这里四处都有监控, 却又无法直接开口。 这时, 瑞秋心生已记, 她走进卫生间打开热水, 不一会儿, 镜面上就附了一层雾气。 瑞秋写下了两个单词后, 通知妹妹, 还有五分钟就没有热水了, 要洗澡就得尽快。 妹妹冲进卫生间, 看到了瑞秋让其下楼的留言, 内心满是疑惑, 不知道姐姐葡萄里卖的是什么药。 来到楼下, 瑞秋开车载赏妹妹, 在附近转悠。 她提醒妹妹, 以后在自己的住处, 千万不能再光着身子乱晃了。 公寓的私密心不够, 附近有变态的邻居会偷看, 妹妹被吓得不敢再久待。 另一边, 埃萨克楼下的媒体记者越来越多, 埃萨克也被妻子叫到了客厅。 此时, 电视新闻里正在播报, 她有个三岁的私生子一事。 埃萨克当场愣住, 上级不是承诺会将此事压下去吗? 怎么还会在这里播出? 那位名叫韦多利亚的女人, 还指控埃萨克滥用权力, 担设她们母子申请英国绿卡。 妻子质问埃萨克, 为何没有向自己提及过此事? 埃萨克直言, 这是毫无根据的抹黑, 可妻子显然不信她, 下了最后的通牒, 命令埃萨克今天必须将真相告诉自己。 情急之下, 埃萨克将妻子拉到了院子中, 准备利用除草机的噪声, 掩盖她们对话的声音。 据埃萨克描述, 自己和维多利亚只见过一次, 对方是母亲的护理员, 直到母亲去世都是她在照顾, 她希望妻子能够相信自己。 然而, 电视中又传来新的重磅消息, 维多利亚的律师发来了律师函, 要求埃萨克在七天内提供DNA样本, 准备进行亲子鉴定, 否则将会对其进行起诉。 维多利亚还爆料, 自己和埃萨克的关系, 始于四年前, 国会议员访问尼日利亚期间, 埃萨克这才意识到, 幕后黑手不是中国也不是赞达, 未有人在针对她并想要毁了她。 与此同时, 内政大臣罗文也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 质问身边的麦肯齐, 也就是埃萨克的上级, 为何没有将此事压下去? 麦肯齐表示, 自己早已和BBC打过招呼, 可此事是别的电视台干的。 正说着, 阿特前来汇报昨晚的行动, 他们惨败, 目前所有的通话和监控系统都不在安全。 罗文觉得, 此事不是中国干的, 毕竟他们早已决定采用赞达公司的面部识别系统。 阿特不解, 既然如此, 那为何还要让安全大臣进行汇报呢? 罗文表示, 民众需要看到流程, 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埃萨克的担心不无道理, 选中国确实会有风险, 但是不跟中国合作, 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 想到是美国在背后捣鬼。 随后, 阿特找到珍玛, 向他了解弗兰克的情况。 珍玛表示, 这家货整天神出鬼没, 暂时没有消息。 阿特提出, 如果弗兰克不是罪魁祸首, 也许他能帮忙为情报部门建立一个安全的系统。 画面转过, 此刻的弗兰克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接受检查, 从胃部内窥镜的影像来看, 似乎情况并不是太好。 医生表示, 如果还是没有找到病征, 后续还需要做检查。 弗兰克忧心忡忡地走出病房, 在途径走廊时, 恰好看到了对面楼里的真骂。 对方拿起手机, 立意他看消息。 弗兰克心领神会, 发现珍玛要约自己去餐厅详谈。 两人面对面坐下, 珍玛也得知弗兰克去医院的原因是胃出了问题。 为此, 他感同身受, 每个人都有秘密。 他也曾得过假装腺癌, 可为了不让同事知晓, 只能谎称自己外出度假, 然后做了手术。 幸好癌症一直没有复发。 闲聊过后, 珍玛切回正题。 他告诉弗兰克, BBC遭受了两次黑客的攻击。 第二次直播时, 幕后黑手更是直接操控了硬件修备。 有人怀疑, 是弗兰克派去的技术人员路易在暗中捣鬼。 对此弗兰克坚决否认。 在得到了弗兰克的亲口回答后, 珍玛松了口气。 于是, 向弗兰克提出了帮忙的请求。 总部大楼的指挥中心如今已经瘫痪, 他们极需要一处新场地作为指挥中心。 弗兰克回应称, 自己会考虑考虑。 另一边, 埃萨克给内政大臣罗文打去电话寻求帮助。 可是对方根本不接电话, 埃萨克对于他们这种翻脸不认人的行径感到大为恼火。 妻子建议埃萨克接受亲子鉴定, 可埃萨克早已认清现实, 他告诉妻子不会有真的鉴定, 那些家伙会伪造一切, 就像先前那样。 正说着, 瑞秋打来电话, 说自己有事要和他聊。 埃萨克赶紧跑至后门, 将瑞秋接进家。 谨慎的瑞秋一进屋, 就拿出检测仪私下扫描。 好在, 埃萨克家比较安全, 并没有监控设备。 瑞秋拿出一部未被监听的手机交给埃萨克, 表示这些两人今后联系的通讯设备。 紧接着, 瑞秋提出要和埃萨克单独聊聊, 于是请走了他的妻子。 瑞秋将自己截取到的嫌疑人照片, 拿给埃萨克确认。 埃萨克一眼辨认出, 此人就是他在医院门口看到的家伙。 然而, 他戴着口罩, 想要通过人脸识别确认其身份难度较大, 而且他们需要找个可以信任的人去查。 瑞秋称, 如果把照片交给情报部门, 那么他们势必会询问照片的来源, 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佩戴了微型摄像机一事。 提到隐形摄像头, 埃萨克忍不住和瑞秋分享, 自己昨天偷拍到了内政大臣罗文承认英国政府参与矫正计划的视频。 埃萨克想要把这些内容交给BBC的主持人卡迪, 让其曝光政府的罪行。 可瑞秋却表示, 为时尚早, 他们现在才刚刚摸到门道, 他必须从内部见证英国的矫正计划, 从而掌握足够的证据。 埃萨克忙问, 这需要多少时间? 毕竟, 现在的他深陷丑闻, 还无法证明清白。 瑞秋表示, 不好说, 短则几个月, 长则几年。 突然, 埃萨克想到了一个人, 兴许他可以帮助瑞秋做人脸识别, 查明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此人正是中国研究委员会的专家诺克斯, 因为先前评估工作的需要, 所以他有权限使用赞达科技的面部识别系统。 瑞秋恳请他, 帮忙识别这位戴着口罩的嫌疑人到底是谁。 在得知自己的救命恩人惨遭对方枪杀后, 诺克斯毫不犹豫地答应瑞秋自己会全力以赴。 而埃萨克这边的处境可谓愈发艰难, 网络上又出现了新的报道, 维多利亚爆料了许多他和埃萨克相处的细节, 甚至还有配图为证。 看着自己的丈夫亲密地搂着另一个女人, 埃萨克的妻子再也不淡定了。 尽管埃萨克极力辩解, 这是合成的假照片, 可妻子还是头也不回地收拾行李, 准备带着孩子们回娘家。 为了维持最后的体面, 埃萨克将妻子和孩子们送到了车上, 各路媒体记者们摆出一副看好戏的嘴脸, 不停抓拍。 埃萨克再也忍不住了, 他放手插腰, 四则现场的人毫无道德底线, 根本就不是来报道真相, 而是来搅局的。 他们将5G之谈当成了新闻来报道, 不负责任地毁掉别人的生活, 可以说主流媒体特地没救了。 最后, 埃萨克走到一个镜头前, 郑重启示地宣布真相即将揭晓, 等真相来临之时, 所有谎言都会被击得粉碎。 如此极具暴点的言论, 引得媒体镜像报道, 这是埃萨克的第一次正面回应, 世界很快冲上热搜并持续发酵, 不过他的这番话, 也让某些人感到坠坠不安。 总警司哈特立即找到真骂, 向他诉说内心的担忧, 埃萨克一旦公开视频矫正计划的内幕, 那后果不堪设想。 瑞秋在看到新闻后, 第一时间联系了埃萨克, 他劝说对方要低调行事, 一切都要以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为前提, 也许等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 公众会对他有所改观。 埃萨克顿时愣住了, 自己还没同意做亲子鉴定呢, 这个消息又是从何而来? 瑞秋表示, 自己刷到了埃萨克的最新推文, 埃萨克一听慌忙打开电脑, 自己果然更新了一条推文, 标题内容为期待亲子鉴定结果, 没什么可以隐瞒的。 诡异的是, 推文还配有一段视频, 埃萨克一眼认出视频的背景是自己的书房, 他不由地吓出了一身冷汗, 挂完电话后, 抱起电脑, 小心翼翼地来到书房查看, 可是里面并无异常。 埃萨克打开视频, 里面的自己神态自若, 承诺会尽快配合完成亲子鉴定, 并且明天一早就会出席BBC的一档节目, 说出自己的故事。 最后, 视频里的埃萨克笑着表示, 自己没什么好隐瞒的。 看完视频, 埃萨克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显然, 这是幕后黑手制作的假视频, 他越想越气, 最后直接将电脑狠狠砸向地面。 镜头来到弗兰克这边, 胃部的活检结果终于出来了, 医生告诉他, 情况不容乐观, 是胃癌晚期, 尽管有所预感, 可当听到这几个字后, 弗兰克还是感到如坠冰窖, 医生建议在治疗期间, 最好能有家人朋友陪伴, 这会大大促进治疗效果。 弗兰克长叹了一口气, 然后落寞地走出医院, 为美国中情局效命的他, 四处漂泊, 居无定所, 如今更是独处异乡, 无人关心, 曾经叱咤风云, 不尽人情的弗兰克, 第一次有了孤独的感觉, 他独自走在肖色淒冷的街头, 忽然看到, 附近有一家犹太教堂, 身为一名犹太人, 弗兰克却已经有50年, 没有走经过犹太教堂了, 这一次, 他鼓起勇气找到神父, 向他倾诉心声。 弗兰克表示,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世界更安全, 只是他不知道, 别人是否也这样认为, 神父明白, 弗兰克此行其实是为了赎罪, 为了寻求心灵的慰藉, 他告诉弗兰克, 再多的祷告, 也无法将他从同胞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没有一位神父会宽恕他, 赎罪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比如, 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扇行, 或是自己定下的戒律来完成。 弗兰克听后, 若有所思, 晚上回到家后, 辗转难眠的弗兰克扣开了珍玛的家门, 他决定要做一件好事来减轻内心的罪恶感。 而埃萨克这一边给妻子打了一天的电话, 电话终于被接通, 他不断解释着网上的那些传闻, 立正清白, 包括那条推文也是别人伪造的, 可此时的妻子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他甚至表示, 网上那个私兄子和埃萨克长得很像, 就在埃萨克还想辩解时, 他忽然看到屋外开来了一辆汽车, 埃萨克当即认为又是狗仔记者来偷拍, 于是便准备出门驱赶。 谁知, 司机却点名道姓地表示, 要将埃萨克接去BBC的媒体城, 为明天的早间新闻做准备。 尽管感到有些疑惑, 可埃萨克还是选择坐上了汽车。 突然, 新闻里开始播报卡迪的节目, 原来, 电视台对声称和埃萨克有私子的维多利亚, 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 维多利亚宣称, 正是埃萨克从中作梗, 才使他们母子的签证一再被耽搁, 现在他别无他求, 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他父亲的国家长大。 瑞秋听后, 忍不住掩面福娥, 认为这种不学的报道实在没有任何意义, 心力交瘁的他, 向妹妹提出要回房休息, 可妹妹却兴志勃勃地分享起了他自己博客的内容。 她的第一个节目叫《自由的萧恩》, 萧恩是第一集中那个被冤枉, 被情报局栽赃陷害的大兵。 妹妹表示, 自己其实见过萧恩, 还从姐姐口中听到过一些内幕, 所以她的故事一定很吸引人。 可此时的瑞秋却神情凝重, 她知道四周都是监控, 为了防止妹妹说漏嘴, 她赶紧表示萧恩是有罪的, 并且也认罪了, 所以这个故事已经翻篇了。 瑞秋建议妹妹换个故事, 然后便起身回到房间。 这边, 埃萨克连夜来到了媒体城, 司机询问她, 是先去登记的酒店办理入住, 还是直接去演播室。 埃萨克选择了演播室, 她置身一人走进广播大厦, 然后跟随一名工作人员向着演播室走去。 有了先前的经历, 埃萨克认为这一切都是阴谋, 她甚至能猜到一会儿直播时, 幕后黑手会直接黑进系统。 埃萨克疑神疑鬼地打量这四周的一切, 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在她看来就是内应。 这时, 曾经的女助理打开电话, 她迫不及待地要和埃萨克分享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后, 埃萨克的支持率不降反升,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由于直播时间已到, 埃萨克还没来得及躲响, 就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演播室, 她紧张地咬着手指, 不知道前方又会是怎样的暴风骤雨。 突然, 编导插播了一条重要新闻, 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 显示是阴性, 也就是说, 那个孩子并不是埃萨克的私生子, 让埃萨克颇感意外, 镜头前她的妻子也终于怂了口气, 埃萨克既惊喜又疑惑, 为何幕后黑手会在此时放他一马? 随后, 节目正常进行, 摆脱了私生子烦恼的埃萨克如是重负, 回答起问题来更是自如灵活, 有刃有余。 不过, 在涉及到机密的话题时, 她还是巧妙地回避了。 舆论也在此时发生了逆转, 穿着卫衣的埃萨克, 此时在民众看来是亲民的典范。 瑞秋时刻关注着节目的进程, 不一会儿, 诺克斯打来电话向她报喜, 通过赞打的人脸识别系统, 她已经成功找到了那名嫌疑人, 此人竟是一名俄罗斯公民。 难道, 大家都猜错了, 真正幕后黑手是俄罗斯吗? 另一边的埃萨克顺利录完了节目, 她怀着无比轻松的心情入住了酒店, 这一切顺利地让她有些无所适通。 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的埃萨克, 准备洗个热水澡, 犒劳自己一番。 可她刚刚躺下, 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 只听里面传来这样一个声音, 你好,埃萨克。 埃萨克顿时紧张了起来, 质问对方是谁。 没想到, 电话那头开始表扬埃萨克今日的表现, 彻底没了耐心的埃萨克警告对方, 离自己和家人远一点。 谁知, 对方表示自己是站在埃萨克这边的, 并提出要来一次面对面的交谈。 埃萨克还没来得及回答, 通话便戛然而止。 此时的埃萨克还在疑惑对方的身份和目的, 清脆的门铃声冷不丁响起, 声音急促让人不寒而栗。 埃萨克披上浴巾, 怀着追追不安的心情, 慢慢走向房门。 可当他看到门口的可视屏幕时, 里面出现了极其惊悚的一幕, 那是一个和自己一母一样的人。 埃萨克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此人到底是谁? 距离真相到底还有多远? 所有答案都将在下一个视频中一一揭晓。 在上期视频《真相捕捉第二季》三至四季内容中, 我们讲到, 安全大臣埃萨克的丑闻迎来反转, 而这似乎是幕后黑手有意为之, 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随着杀手身份逐渐浮出水面, 真正的逆天大反转也才刚刚开始, 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真相捕捉第二季》五至六集。 一番心理准备之后, 埃萨克终以鼓起勇气打开房门, 眼前站着的竟然是自己的男助理。 埃萨克怒不可遏, 以为是对方在捣鬼, 随即将他拽到屋内大声质问。 男助理提醒埃萨克保持冷静, 房屋内遍布摄像头, 可千万不能做傻事。 这几天的经历对埃萨克来说宛如坐过山车一般, 他的精神已经挤进崩溃的边缘。 埃萨克对着男助理怒吼, 为什么刚刚要在门外假装是他? 可对于刚刚的恶作剧, 男助理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他也是刚刚才知道他们的计划。 埃萨克不停追问他们是谁, 男助理吱吱呜呜地表示, 他就是来接埃萨克去参加一个会议的, 届时,埃萨克就会明白一切。 画面一转, 参加完神秘会议后的埃萨克坐在返程的汽车上, 这时,盟友瑞秋打来电话。 由于一番后, 埃萨克直接掐断了电话, 如此反常的举动也让瑞秋心胸疑虑。 另一边, 珍玛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搬到了新地方, 这是弗兰克为情报中心临时安排的新地点。 外表极不齐艳, 可是里面却别有洞天, 电脑、电视频一应俱全, 还有独立的网络系统。 弗兰克表示, 一楼暂规情报部门使用, 只要不愉悦雷池, 大家都会相安无事的。 随后, 弗兰克将珍玛叫到一边, 告诉他自己昨晚在监视瑞秋时, 发现其妹妹在提到大兵肖恩后, 瑞秋神情紧张地看上了监控, 证明瑞秋一直都知道自己被监控。 对此, 珍玛并未表现出惊讶的神情, 毕竟瑞秋是个好苗子。 珍玛告诉弗兰克, 接下来依旧按原计划行动, 他对聪明激警的瑞秋寄予了厚望。 瑞秋这边还在不断联系埃萨克, 他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此刻的埃萨克, 驱车已经来到了内政部的楼下, 他掏出手机, 非但不接电话, 还将手机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在进入大楼时, 埃萨克又遭到了记者们的围追杜截, 询问他是否阻挠了维多利亚的签证申请, 埃萨克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将包袱丢给了内政大臣, 并强调自己会全力支持他。 这段视频很快就登上了新闻首页, 瑞秋这才知道了埃萨克的确切地址, 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内政部大楼, 准备找埃萨克问个明白。 上楼后, 埃萨克四下寻找着内政大臣罗文的身影, 结果却铺了个空, 吓好自己的两位小助理也都在, 埃萨克和他们开了会软笑, 便只身离开。 来到楼下, 早已等候在此的瑞秋将车开到了埃萨克的面前, 并邀请他上车寥寥, 犹豫一番后, 埃萨克还是上了车。 瑞秋迫不及待地要和他分享最新进程, 在诺克斯的帮助下, 他已经查到了口罩杀手的身份, 对方叫尼古拉, 是一名俄罗斯的退役军人。 瑞秋希望能借埃萨克之口, 将这一线索传递给情报部门。 毕竟, 埃萨克的身份是安全大臣, 对很多行动都有权了解, 由他出面会比瑞秋方便很多。 然而, 此时埃萨克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他不仅寻找各种理由推三阻四, 眼神也变得游离涣散, 对于先前和瑞秋达成的共识, 更是当场推翻, 摆出一副翻脸不认人的样子。 瑞秋颇感意外, 质问是否有人来找过埃萨克。 对此, 埃萨克坚决否认, 瑞秋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埃萨克, 告诉他一定要相信自己, 不要说谎, 他们可以打赢这场战役。 谁知, 埃萨克不仅不为所动, 还恶狠狠地说了句, 我忍你很久了, 然后打开车门,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曾经的盟友就此分道扬镳, 各走各的路, 这让瑞秋的心理很是难过。 这时, 华裔女警小谭打来电话, 将新基地的位置告诉了瑞秋, 通知她可以回来上班了。 与此同时, 新基地正在举行启动仪式。 总警司哈特表示, 目前他们的行动绝对安全, 虽然这是英国的反恐行动, 但现在这栋楼属于美国的地盘, 所以, 大家必须遵循美国的法律法规和程序。 接着, 她一一介绍了行动小组的成员, 并鼓励大家再接再厉, 希望的曙光就在眼前。 在一番慷慨这样的陈词过后, 阿特眼含热泪默默离开。 珍玛察觉到了异常, 追上前询问。 阿特这才告知, 因为先前行动的失败, 上级已经将她踢出队伍, 这让珍玛着实感到震惊。 不一会儿, 瑞秋来到了新基地, 负责接替哈特工作的新任警司汤姆, 带她参观了新的办公区域, 并告诉她, 大家都在全力追拿凶手。 瑞秋看向监控画面, 竟意外发现, 情报局追踪的嫌犯, 就是自己调查到的那名俄罗斯人尼古拉。 瑞秋忙问, 这个情报从何而来? 汤姆表示, 自己也不得而知, 消息是上级给的。 随后, 珍玛叫走了瑞秋, 并将她带到了一处小房间, 为她简单介绍了行动的进展情况。 情报中心派技术人员调取了弗林警长遇害当晚的监控视频, 通过嵌入时间码中的隐蔽信号, 一点点地恢复了视频。 说得再形象一点, 就像是刮掉了画布最上层的颜料, 以露出下面的铅笔笛告。 通过这样的方式, 情报部门成功截到了嫌疑人的画面, 从而经过面部识别, 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可让瑞秋感到疑惑的是, 画面上的嫌犯并未佩戴口罩, 这与埃萨克先前的描述不符。 弗兰克称, 因埃萨克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现在面部识别结果都指向了白俄罗斯的一家私人保安公司。 弗兰克认定, 俄罗斯是此次事件的幕后黑手, 可瑞秋显然不会这么轻易地被弗兰克牵着笔子走。 随后, 珍玛为瑞秋布置了新的任务, 那就是制作一份充分完整的证据档案, 从而将嫌疑人尼古拉彻底定罪。 珍玛暗示可以使用移花接木的伪造视频, 只要证据足够多, 多到让尼古拉坐实罪名即可。 另一边的埃萨克终于等到了开完会的内政大臣罗文, 两人一见面就开始争吵。 罗文指责埃萨克先写在BBC的早间新闻里说他的能力不达标, 接着又跟记者说会全力支持自己, 是否是想要上位取代自己。 埃萨克冷笑一声,表示这可不能怪他, 罗文对埃萨克失望透顶, 吐槽说枉费自己为他做了那么多事。 埃萨克立刻追问罗文做了什么, 罗文道出实情, 原来六个月前, 那个声称和埃萨克有私生子的女人的确递交了签证申请。 埃萨克的女助理得知这一情况, 担心私生子的丑闻会拖累埃萨克, 于是便将女人的签证申请交给了自己, 然后她将那份申请压在了文件堆的最底下, 让其淹没在了官僚主义的海洋中。 听完罗文的描述, 埃萨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原来如此, 这一切和她撂想得差不多, 只不过她需要罗文亲口说出来而已。 罗文一听这话, 感觉有些不对劲, 立刻拽住了准备离开的埃萨克。 拉扯间, 罗文发现了埃萨克偷偷录音的事实, 他气得破口大骂埃萨克是混蛋, 并质问他是不是疯了, 未经自己的允许就录音, 是对国家安全的侵害。 罗文威胁埃萨克, 今后都别想再正结婚了, 可是埃萨克毫不畏惧, 相反, 他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沾沾自喜, 美其名曰, 这叫保险, 以防罗文日后抵赖。 罗文暴跳如雷, 直呼自己听不懂埃萨克在说什么, 为什么他要这般对自己。 埃萨克微微以笑表示, 这并不关乎个人恩怨, 然后潇洒地转身离去。 这边, 瑞秋对弗兰克的话将信将疑, 他来到楼下向同事请教, 直接码中能否嵌入视频。 谁知, 同事确认这简直是天方夜滩, 从被黑的视频中恢复信号, 实属无稽之谈。 看来, 自己的怀疑没有错, 弗兰克和珍玛刚刚播放的那段视频, 根本就不真实, 难道他们的目的是想要让尼古拉背锅, 从而嫁祸给俄罗斯吗? 就在瑞秋陷入沉思时, 电视画面上查播了一条新闻, 内政大臣在记者会上宣布, 美国科技巨头明野智能公司, 拿下了面部识别系统的合同, 受益者还是美国。 瑞秋看着明野公司的标识, 忽然想到了什么, 匆匆忙忙地开始离开。 路上, 瑞秋给妹妹打去电话, 让她帮忙去卫生间找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随后她直奔诺克斯的公司大厦, 果然她没有记错, 明野智能就在诺克斯公司的楼上, 看来这两者之间必然有着某些联系。 瑞秋拦住了赵傲下班的诺克斯, 借着恭喜其客户拿下了英国面部识别系统订单的名义套话。 诺克斯承认明野智能是自己的客户, 但她并未介入对方的商业运作。 瑞秋毫不留情地拆穿了诺克斯的阴谋, 身为中国研究委员的成员, 她反对英国政府与中国公司做生意, 却又被中国的竞争对手美国所收买, 最终让美国笑到了最后。 诺克斯依旧什么也不承认, 瑞秋随即又抛出问题, 诺克斯又是如何识别到口罩下的嫌疑犯尼古拉的, 并展示一下识别过程。 心虚的诺克斯随即借口称自己的技术团队已经下班, 瑞秋不依不饶, 又问诺克斯有没有向别的人提供过那张嫌疑犯的图像, 诺克斯随即否认, 但她支支掩掩的态度也让瑞秋对她的怀疑越来越重。 与此同时的情报部门成功追踪到了嫌疑人尼古拉的灰色货车, 特警队立刻展开行动, 而在诺克斯办公室的瑞秋对此却毫不知情, 两人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重。 瑞秋直言, 杀害影片开头的华裔男艾迪森已经让诺克斯自己被人追杀, 其实都是诺克斯计划中的一部分, 为的就是让埃萨克被保护起来, 离开公众视线, 从那时起, 虚假消息开始铺天盖地的出现, 大家相信他们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攻击, 最终英国的面部识别合同落到了美国手里, 对此, 诺克斯继续表现出毫不知情的样子, 面对刨根问底的瑞秋, 他选择了闭口不谈, 匆忙收拾好了电脑和资料, 准备留置大击, 可瑞秋显然并不打算就此放过, 他勒令诺克斯站在原地不要动, 否则就要将其台步, 不过, 诺克斯全然不惧, 打算直接正面硬钢, 瑞秋大喊, 别避他再多加个拘捕的罪名, 然后果断套出对讲机呼叫增援, 谁知, 下一秒诺克斯的电脑上就传来警报解除的声响, 就在瑞秋感到纳闷之时, 诺克斯突然拿起保温杯将瑞秋砸倒, 原来, 诺克斯就是用这台电脑来篡改情报中心指令的, 随后, 诺克斯拿起瑞秋的手机和对讲机, 直接锁进了保险箱, 瑞秋挣扎着想要起身, 奈何还是头昏脑胀, 无力撑起, 诺克斯走到瑞秋先边, 声称自己从没对女人动过手, 他没有暴力倾向, 瑞秋瞅准时机, 飞起一脚, 直接踢中诺克斯的要害, 紧接着又抡起拳头, 这招下来便将诺克斯打倒在地, 可他不知道的是更大的威胁正在逼近, 此刻, 那两名杀手正驾驶着灰色货车急迟而来, 两人娴熟地准备好武器, 检查装备, 拿出照片确认目标, 这一次, 他们猎杀的对象正是瑞秋, 在控制住诺克斯后, 瑞秋在他的电脑上看到了一幅GPS的定位地图, 上面有一个绿色的亮点正在快速移动, 瑞秋忙问这是什么, 没想到, 诺克斯却说, 如果他是瑞秋, 现在只会赶紧跑, 瑞秋顿时明白了一切, 看来现在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 此时, 那辆灰色的货车已经来到了大厦底下, 两名杀手目露凶光杀气腾腾, 他们来到旋转门处, 早已在幕后等候的工作人员轻点鼠标, 神奇的一幕再次出现, 只见监控画面上, 两名杀手的影像凭空消失, 在收到操作人员的指令后, 两名杀手正式开始了猎杀任务。 另一边, 瑞秋从大楼的监控画面上, 也看到了惊悚的一幕, 只见旋转门开始自己转动, 电梯门发生自动闭合, 可是根本无人出现, 好在瑞秋对这一切在熟悉不过, 他迅速冷静下来, 然后火速跑向楼梯间, 可是这里的消防通道需要密码解锁, 不知道密码的瑞秋只能另谋踏路, 他跑进了另一条通道, 下一秒, 两名锤枪的杀手就搭乘电梯出现, 通过监控, 他们轻而易举地发现了瑞秋的行踪, 可是此时的瑞秋却在兜兜转转后回到了电梯口, 走投无路之下, 他冲回电梯间, 可是发现大部分电梯都已失灵, 好在走廊尽头的一部电梯还开着门, 瑞秋赶紧冲了过去, 可是却发现电梯门怎么也关不上, 此时杀手已经逐渐逼近, 瑞秋踢碎镜面, 捡起一块锋利的碎玻璃作为防身的武器, 两名杀手从监控中确认了瑞秋的位置后, 站在后面的杀手给尼古拉做了个手势, 让其上前击毙瑞秋, 尼古拉心领神会, 举枪缓缓接近瑞秋,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瑞秋躲在电梯中大气也不敢出, 突然尼古拉持枪出现, 想起尼古拉竟然被一枪爆头, 惊魂未定的瑞秋窜抖着身子, 发现自己居然安然无恙, 他小心翼翼地向外探出头, 不明白尼古拉怎么被同伴干掉了, 然而反转还在继续, 只见另一名杀手对着对讲机说道, 发生交火,目标倒下, 然后肆意瑞秋放下玻璃乖乖配合, 与此同时, 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收到指令后也是一脸疑惑, 他们的人马还没抵达目的地, 怎么目标就已经被击毙了, 接受总警司一职的汤姆看向身后的珍玛, 希望可以得到答案, 可惜珍玛对此只字不提, 直接拂袖而去, 弗兰克则躲在暗处, 镇定自若地注视着这一切。 另一边的埃萨克, 澄清了私生子遗事后, 获得了妻子的原谅, 他将妻儿接回到家中, 一家人终于破镜重圆, 从此往日的欢乐。 这时,电视里开始插播一则新闻, 内政大臣罗文故意拖延 维多利亚签证申请的丑闻遭到曝光, 在一众讨伐声中, 罗文狼狈离开。 电视机前的埃萨克, 看到这一幕不禁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突然,急促的铃声打破了这份美好, 来电显示是诺克斯, 埃萨克逐渐变得紧张起来, 他收起了笑容, 先前和小助理参加会议的画面, 又浮现在眼前。 原来, 助理将他带到了诺克斯的分享会现场, 台上的诺克斯神采意义滔滔不绝, 台下掌声雷动, 坐无虚席, 到场的都是诺克斯的粉丝, 助理赶紧带着埃萨克坐下聆听。 诺克斯正在得意地和戴萨分享, 其所在公司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们的特鲁罗数据分析公司, 可以访问到前所未有的大量数据, 并且可以跟踪全球大约一半的互联网用户, 强大的数据支撑, 使得他们的算法不断完善, 不断精进, 最终成为了最成功的人类行为预测器, 并且还能在政治竞选中发挥作用。 诺克斯还以一位名叫古罗里的政治家举例, 这位参与竞选的候选人没有任何经验, 平平无奇的履历, 让他的支持率一直没有变动。 后来, 特鲁罗数据公司输入了要扭转古罗里政治命运的算法, 于是, 他们就开始根据系统提示, 刻意制造各种负面消息, 结果经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这些颇具争议的话题引发了公众的热烈讨论, 古鲁罗里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很快成为了政团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最后, 在特鲁罗公司的算法加持下, 古鲁罗里成功当选, 相似的经历让埃萨克不由地想到了自己。 最后, 诺克斯信誓旦旦地宣告, 他们的算法可以决定英国国会议员甚至是首相。 散会后, 埃萨克单独找到诺克斯, 他已经猜到, 诺克斯想让他成为下一个古鲁罗里。 埃萨克愤怒地质问诺克斯, 为何要给自己制造这么多的麻烦和丑闻, 这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诺克斯笑称, 一切都是算法决定的, 每一个行动都是算法计划的。 他会一路推动着埃萨克到达自己想要的位置, 比如让他住进长宁街10号的首相府邸。 埃萨克感到不可思议, 诺克斯鼓励埃萨克, 这段旅程的关键就在他自己手中, 并且在算法的运作下, 现在埃萨克的支持率正在不断上升, 算法能看透这个复杂的世界, 更能动出的人心, 他一定会帮助埃萨克获得成功, 而成功伴随着权利, 一旦有了权利, 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说完, 诺克斯露出了脚鞋的微笑, 让埃萨克尽快给自己一个答复。 画面回到现在, 此刻埃萨克的内心无比紧张, 犹豫过后, 他还是接通了诺克斯打来的电话, 诺克斯询问埃萨克考虑的如何了, 是否决定要加入他们。 埃萨克看着画面中狼狈不堪的内政大臣罗文, 明白这一切都是诺克斯的杰作。 在停顿了几秒后, 埃萨克答应正式和诺克斯合作, 诺克斯心满意足地走到窗边, 看着楼下的杀手将瑞秋拖着货车中,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一边, 杀手为瑞秋戴上了黑色头套, 一路把他压到了一处黑暗的地牢。 摘下头套后, 只听广播里竟传来了瑞秋自己的声音, 其内容是检举英国情报部门参与视频矫正计划, 非法篡改视频证据的罪行。 瑞秋意识到, 自己藏在浴室里的笔记本电脑被发现了。 不一会儿, 弗兰克提着一个工具箱现身, 里面是全套审讯的工具。 弗兰克挑了一把尖嘴钳, 慢慢走向瑞秋, 预感到弗兰克要对自己用行, 瑞秋忍不住瑟瑟发抖。 不过, 出人意料的是, 弗兰克只是剪断了他手上的绷带。 接着弗兰克拿来电脑, 让瑞秋对着摄像头阅读上面的一份声明。 其内容大致是, 在美国的地盘上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 瑞秋不服气地反问, 指望别人遵守你们的法律, 反倒是身为美国人的弗兰克, 总是在破坏英国的法律。 弗兰克知道瑞秋性格刚烈, 勒领他闭嘴。 紧接着, 弗兰克拿来了瑞秋偷拍到的, 那张尼古拉戴口罩的照片, 然后质问他, 为何不把如此重要的情报上交? 瑞秋猜到, 照片是诺克斯交给弗兰克的, 于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尼古拉并不是俄罗斯派来的杀手, 他是弗兰克的人, 但却因为最后暴露, 所以被搭到灭了口, 他不知道弗兰克究竟想要做什么, 但他已经害死了两名特警和一名警长, 眼看瑞秋还要继续说下去, 被激怒的弗兰克抄起金属签, 死死抵住了他的警动脉, 他警告瑞秋不要再乱说话, 警长弗林的死是个意外, 只因他看到了不该看的, 而瑞秋其实也本应该躺在停尸间挨着弗林, 但他运气比较好, 还有守护天使, 幻音刚落, 瑞秋的上级, 情报部门主管珍玛现身, 他接替弗兰克继续着审讯工作, 珍玛拿出了瑞秋偷偷录制的检举视频, 告诉他, 有人曾试图清除这些视频, 但却忘了清空回收站, 瑞秋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不由得在心里数落, 妹妹是个猪队友, 珍玛表示, 他们为瑞秋做了这么多, 难道他就是这样回报的吗? 听到这话, 瑞秋也瞬间不淡定了, 他控诉珍玛从没把他当自己人, 在自己的住处装满了监控, 每个房间都有摄像头, 日夜不停歇, 自己这么做, 不过为了自我保护, 珍玛不依不饶, 提出情报部门, 给了瑞秋很多机会, 对他自己不珍惜, 不懂得将功补过, 可瑞秋表示, 珍玛为自己安排的岗位, 是地图部, 那是情报中心的边缘部门, 两人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 稍作冷静后, 珍玛表示, 其实他很欣赏瑞秋, 现在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摆在瑞秋面前, 他们的指挥中心需要一个统领, 瑞秋听后, 小矮没想就果断拒绝, 他可不想同流合污, 与珍玛·弗兰克等人沆瀣一气, 珍玛承认诺克斯是人类的败类, 他是当今世界政治权力和科技所衍生出来的污点, 瑞秋不解, 如果是这样, 那珍玛为何还要保护诺克斯? 珍玛解释道, 行动目的和运作方式是有区别的, 他绝不会允许为了掩盖真相而谋杀英国公民, 如果不是他的干预, 恐怕瑞秋现在早就没命了, 瑞秋大为不解。 原来, 就在大约36小时以前, 从犹太教堂出来后的弗兰克主动来到珍玛家, 说出了一切, 当时他也为弗兰克的参与而感到震惊, 那时弗兰克派出的一名杀手就等在瑞秋公寓附近, 因为瑞秋的微型摄像机拍到了机密, 他成了弗兰克下一个击杀目标, 后来是珍玛出面, 对付弗兰克让瑞秋成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这才保住了瑞秋。 珍玛告诉瑞秋, 间谍会扭转乾坤, 引导局势变得对他们有利。 随后珍玛带瑞秋, 见证了矫正技术真正的能力, 只见大屏幕上的虚拟瑞秋, 声称自己已经叛逃到了俄罗斯, 正在接受安全避难, 只需稍稍敲动键盘, 这个虚拟人所说的内容就可以随意修改, 便可以实现实习的人机对话。 珍玛告诉瑞秋, 他绝对赢不了, 就这样, 瑞秋答应成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另一边, 弗兰克和诺克斯在天台约见, 诺克斯将一个黑色硬盘交给弗兰克, 不过却没有给密码, 他表示, 必须等任务完成后才能交出密码, 做完便扬长而去。 埃萨克这边则积极配合着诺克斯团队, 为他安排的各种政治活动, 他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扳倒内政大臣罗文自己上位。 这时, 妻子阴沉着脸找了过来, 经过分析, 他还是察觉到了伊斯端尼, 如果维多利亚真的在说谎, 那为何内政部还要阻挠他的签证申请呢? 埃萨克越描越黑, 最后不得不承认, 自己根本就没有提交亲子鉴定的DNA样本, 电视新闻都是伪造的, 急于知道真相的妻子再次质问, 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埃萨克的? 看着丈夫游离的眼神, 妻子明白了一切, 埃萨克真的出轨了。 妻子对这个虚伪的枕边人特地绝望, 决定和埃萨克离婚。 画面转回到瑞秋这边, 认清形势后的她, 交代了自己与埃萨克主持人卡迪, 曾想要一起揭发矫正视频的内幕。 不过后来, 埃萨克和自己决裂, 而主持人卡迪又缺乏足够多的证据, 为显示自己的诚意, 瑞秋还主动说出, 自己汽车的收音机下方, 还储存了一份视频资料的副本。 随后, 瑞秋被要求签署一份口供, 只不过故事的内容被描述成了另一个版本。 瑞秋奉命前去特鲁罗公司调查, 结果遭到杀手准备追杀诺克斯, 在将诺克斯保护起来后, 瑞秋和杀手一路周旋, 最终武装特警急需赶到, 将杀手尼古拉当场击毙。 之前所有的罪名, 包括谋杀弗林和华裔男艾迪森, 都有尼古拉一人担下, 而幕后黑手就是俄罗斯。 瑞秋好奇, 难道就不怕莫斯科那边有错反应吗? 可情报中心显然毫不担心, 莫斯科方面会否认, 但绝不会反驳, 反正真真假假, 民众也不知道他们该相信谁。 正说着, 弗兰克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 吐槽诺克斯给了硬盘, 却不给密码。 这码让弗兰克给瑞秋介绍一下硬盘里都有些什么。 弗兰克表示, 诺克斯掌握着所有科技大厂的数据, 美国方面努力了很久才跟他达成交易。 弗兰克负责帮助诺克斯成为操纵政客的提现大师。 作为回报, 诺克斯为美国提供秘密武器, 也就是特鲁罗的算法, 以及全球近30亿社交媒体账户的权限。 这个算法可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趋势, 从英国到美国, 谁要是有反派之心, 他们都会知道。 不过如果没有密码, 那么一切都白搭。 这个硬盘用了AES256加密算法, 强行破解还会导致数据丢失。 由于诺克斯对弗兰克的行动结果不满意, 他担心最后会怀疑到他身上, 于是打算等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后, 再把密码交给弗兰克。 最后, 瑞丘在口供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珍玛对他的加入表示欢迎, 声称这对全球安全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这边, 埃萨克怒气冲冲地找到诺克斯, 声称他的算法没有预测到妻子要和自己离婚一事, 对此, 诺克斯一点也不意外, 他早就根据算法预测到了这种可能。 算法显示, 一大部分的选民不喜欢埃萨克的妻子, 并认为这场他跟白人的婚姻太过逃巧, 离婚说不定还会有助于埃萨克的竞选。 可是, 埃萨克不乐意了, 谁说参与竞选就要牺牲家庭, 他希望诺克斯出面干预, 可诺克斯却说自己的职责并不在此, 他的职责是让埃萨克成功当选, 走上巅峰, 改变世界。 这时, 埃萨克的助理匆忙赶来, OBE电视台邀请他去做一次独家专访, 节目会在BBC的第一频道播出, 面对这次难得的机会, 埃萨克还是妥协了, 看来在他心里, 名声与权力高过一切。 助理走后, 埃萨克压低声音询问诺克斯, 那个男孩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诺克斯哈哈大笑, 真没想到埃萨克真的出轨了, 不过他也不知道那个男孩到底是不是埃萨克的。 这边, 珍玛带着瑞秋来到BBC广播大厦, 找到了主持人卡迪, 珍玛表示, 有些高度涉密的情报泄露到了卡迪这里, 他为瑞秋某些不专业的行为致歉, 随后珍玛提出了此行的目的, 那就是拉拢卡迪入伍。 作为回报, 以后情报部门的任何信息, 他都会第一时间与卡迪分享, 这对只想做独家新闻的卡迪来说极具有力,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加入。 这边, 指挥中心召开记者会公布了伦敦洗击案的官方调查结果, 一名警长, 两名特警都被一个叫做尼古拉的俄罗斯杀手所害, 好在目前警方已经将杀手击毙, 洗击案宣告侦破, 电视机前的诺克斯看着官宣结果, 心里终于松了口气, 他履行了先前的承诺, 将硬盘密码发给了弗兰克。 不久, 警方为弗林等人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锐秋也被塑造成了城市英雄。 很快, 就到了埃萨克接受采访的日子, 这天傍晚, 他准时抵达了演播大厅, 和先前不同的是, 这次的地点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 富力弹簧, 看起来宛如一座宫殿, 可让埃萨克意外的是, 采访他的主持人竟然就是卡迪, 与此同时的指挥部里, 珍妮正在部署一项特殊的行动, 大屏幕上, 技术人员正在对埃萨克进行虚拟人物的建模。 的埃萨克坠坠不安,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有了先前几次被黑的经历后, 担心又有圈套的埃萨克, 最后直接撂挑子走人,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演播大厅, 静止坐上了门口的一辆出租车后, 打算直接回家。 不过, 采访的准备工作却并未因此而中断, 工作人员还在有条不紊地做着最后的准备, 卡迪对着摄像头使了个眼色, 行动正式宣告开始。 指挥中心内, 技术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埃萨克的虚拟人像, 以及采访的讲稿内容, 直等节目开播, 电视机前尚不知情的诺克斯正吃着爆米花, 准备收看本期采访。 没成想, 埃萨克却突然打来电话, 通知他采访取消, 诺克斯有些措手不及, 他看向电视, 节目照常进行着, 埃萨克好端端地坐在了主持人的对面, 诺克斯甚至怀疑, 和自己打电话的并不是真的埃萨克。 在向埃萨克的助理确认过后, 诺克斯看向电视画面, 预感到大事不妙。 很快, 埃萨克也看到了节目正常进行的画面, 还意识到自己又被矫正了, 于是立刻通知司机掉头返回, 可视出租车司机并不予以理会。 电视采访中的虚拟埃萨克, 毫不客气地抨击科技大厂, 企图渗透进政治体系进行干预和操控。 不光是英国, 全球皆是如此, 他们未经同意, 就获取用户的数据, 并干涉选举公投, 干涉政治竞选。 虚拟埃萨克表示, 自己知道, 英国就有一家这样的科技公司。 听到这话, 屏幕前的诺克斯当场暴走, 他马上拨通了弗兰克的电话, 可是对方根本不接。 虚拟埃萨克还在继续爆料, 其言语犀利, 将内幕一一揭录给公众。 埃萨克自知大难临头, 果断跑路, 他拦下一辆出租车, 准备连夜盼逃到国外。 弗兰克看着诺克斯仓皇逃离的背影, 笑称, 他觉得这家伙会逃到鄂尔瓜多。 正说着, 弗兰克的主治医生打来电话, 最新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弗兰克没有得癌症, 他只是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痒。 没想到, 听到这个好消息, 弗兰克却突然变得眉头紧锁, 面色凝重, 他曾清楚地看到过那些CT影像, 怎么看都不像是溃疡。 随后, 弗兰克又向医生询问, 那些影像资料都是电子挡芒。 医生表示, 所有检查结果都是从医院服务器上下载下来的。 弗兰克立刻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 此时此刻, 珍玛还在为此次行动的顺利进行而感到高兴。 他自豪地告诉瑞秋, 他们完美阻止了一次针对英国民主的袭击, 所以视频矫正技术有其好的一面。 这时, 弗兰克阴沉着脸来到珍玛身边, 向他报告了自己没有患癌症一事。 珍玛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但看起来有些不自然。 弗兰克直接质问珍玛, 那天他为何会出现在医院, 是不是他黑了自己的检查结果。 事到如今, 珍玛也不想再隐瞒了, 他直接承认是自己篡赶了弗兰克的病例。 弗兰克暴跳如雷, 指责珍玛的手段不光彩, 在他最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 说服他让英国情报中心接触接下来的行动。 珍玛也被激怒, 要不是他出面收拾烂摊子, 哪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效? 两人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 这时, 瑞秋淡定地走到一名技术人员身边, 悄悄按下键盘, 启动授权。 技术人员还在看着弗兰克和珍玛两人吵架, 却不知道瑞秋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 上传了另一份讲话脚本。 此时, 电视画面上的虚拟埃萨克画方异转, 开始数落政府的罪行。 他表示, 政府还在其他方面辜负了民众, 比如四频的宣伪技术, 已经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 珍玛一下就听出了不对劲, 这不是他编写的内容, 有人在迫害行动, 珍玛立刻要求技术人员停止采访, 火速收工。 瑞秋提醒珍玛, 此刻不能切断直播, 观众只会认为, 埃萨克是个散播阴谋论的政客, 如果切断直播, 那么谣言成真, 民众会认为这是政府心虚的表现。 弗兰克也认同瑞秋的说法, 画面上, 虚拟埃萨克还在滔滔不绝地 介绍着身为技术, 这种技术又被称为矫正, 是一种通过干扰摄像头信号, 实现实习操纵视频的技术。 英国自己的情报部门、 政府、警察都在使用这项技术。 为了更加清楚直观地表达, 虚拟埃萨克还举了个例子, 比如, 情报部门获得了一份恐怖阴谋的情报, 但针对嫌疑人的证据不足, 于是, 情报部门会伪造犯罪视频, 不过情报部门却每期名曰, 是将情报转化为证据。 听到这话, 珍玛转头看向瑞秋, 原来, 这一切都是瑞秋所为, 他当即下令要逮捕瑞秋, 理由是违反了官员保密法, 瑞秋镇定自若地提醒珍玛, 现在, 他们在美国的地盘上, 珍玛看向弗兰克, 请求他帮忙, 可是弗兰克却以此事和美国无关为由, 拒绝帮忙, 毕竟, 珍玛先前还记不人道地为自己安排了癌症, 他做不到这么快地原谅珍玛。 瑞秋大不留心地向外走去, 珍玛一把将他拉住, 质问他, 到底是否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瑞秋一把将其推导, 表示, 自己曾经的战友警长弗林最讨厌视频矫正, 而他也同样对此深恶痛绝, 珍玛愣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电视上的虚拟埃萨克还在继续曝光内幕, 他还细数了近日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怪事, 那些酷格的言论其实都是视频矫正后的结果, 虚拟埃萨克提醒民众要敢于质疑他们所听到和看到的一切, 比如, 现在坐在这里进行现场直播的自己, 他看起来就是埃萨克, 听起来也是埃萨克, 那如何确认他就是真人呢? 或许, 真正的埃萨克现在在坐车, 前往皮卡迪利广场的路上呢? 谁能保证这次采访的摄像头没有被黑, 谁又能保证埃萨克的形象没有被人工智能, 截获操控呢? 谁又知道, 从采访一开始, 大家以为的真埃萨克, 其实也只是个身为技术打造的赝品。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不由地感到细思极空, 而接下来, 电视画面中的虚拟埃萨克更是直接消失, 与此同时, 真正的埃萨克也刚好抵达了皮卡迪利广场, 各路媒体记者早已在此等候, 准备等待见证奇迹, 随着埃萨克缓缓走下出租车, 他很快就成为了焦点,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和相机, 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时刻, 瑞秋也抵达了广场, 大屏幕上, 那个虚拟的埃萨克再次现身, 他呼吁民众团结起来, 共同对抗身为技术, 并且提高对非法矫正的法律意识, 只有将这个阴谋公之于众, 大家才能证实这个问题。 真相终于被揭晓, 最后主持人卡迪做了总结陈词, 他表示正如大家所见, 跟他一起出现在演播大厅的, 并不是真正的埃萨克, 其本人现在就在皮卡迪利广场, 大家看到的是一次深尾采访, 在一群正义的情报人员的协助下, BBC已经取得证据证明, 英国多个情报机构, 以及政府高官都参与了矫正项目, 接下来, 他们还将继续披露, 那些令人惶恐不安的细节, 幕后黑手终将对此负责。 瑞秋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赢得了这场战役, 他用自己的方式捍卫了所有人知道真相的权利。 至此, 真相捕捉第二季的内容全部结束。 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接下来大家想看什么电影或者剧集呢? 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见!